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试一试《二和团案八角圆军》的课 之前在网上的第二份功课,同学应该已经做了相关的课文 应该在过程中看了课文 所以我只是针对一些重要的地方加以解释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教案平生》里面有什么重点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老百姓 老百姓对教士教民很不满意 而是《教案平生》 其实《教案》是指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那些教堂 因为招请那些信教的人 但问题就是当时最主要是在中国传统里面 是不会相信这个基督教的 所以去招揽这个教徒的时候 就会比较参差 可能是犯过罪的人等等 所以那些村民就会觉得 这些教士其实都是包庇那些坏人 而同时那些人手术也未必那么好 简单是说有些作奸犯科 那些教士也会保护这些入教的教民 所以令到这些村民有很多的矛盾 那这个就是教案的情况 那大家同学都知道 教士通常从事宗教工作 那其实都是不会做什么坏事 那其中一些冲突 其实是一些误会来的 那譬如举个例子 大家同学可以看看这本书 那下面看到吗? 就是这里写了 就是民间流传的教士开始 这个育婴室 是为了这个 穿婴鞋否心以制约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呢? 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当时教士很多时候 都是认识医治人的 那当然如果头云生气 他们可能都会有些退消的方法 就是可以医到一些平民百姓 但是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如果是遇到一些重病 譬如举个例子 有一个阿伯 那他患了一个绝症 那他在这个中医里面 就医不到 那于是那些人就说 不如去教堂试一试 教士懂的 一粒药丸子就可以 就是能够医治人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 当这个女生进去 教士的医生给了药去吃 但是其实都不会医得好他的 接着就会死了 那死了之后 那些村民就会这样传 就是那些人就活生生进去 结果 教士给了一些东西去吃 接着他就死了 那或者是简单说 就是毒死他 那于是 有很多这样的误会 同时就是那些 那些村民都会 教士那些 那些的办公室里面 可能看到一些 的标本 那就因为 大家同学语 譬如去看医生 都可能会看到 医生的诊所里面 都可能有些 骷髅骨 那些骨 去讲解人体结构的东西 而当时的教士里面 都有一些标本 是存在的 那村民知道了之后 再加上这个 育婴室这个事件 就是简单的 育婴室 那些教士呢 找那些小朋友 来做什么呢 那些小朋友 或者是 腰折死了 那他们就会传 那些小朋友 否复就是弱了 那这些 这些误会 其实也是导致 这个教案 经常出现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然这些误会 正如那本书所说的 那涉及 就是他们的 文化差异 以及 就是对教士的差异 那慢慢 那么多职院的情况下 于是 就有很多很多很多 冲突发生了 好了 那已经截完了 接下来 这个词文里面 就提及到 在二和团的成立 那这本书里面 就提及到 源于山东 他们的 宗旨 就是 符青灭羊 而他们 就是 清清用符咒 就可以 刀枪不入 那为什么符咒 就可以用刀枪不入呢 那话说 原来二和团 他们就说 会有这个 神灵 对 对 OK 好了 他保称一个 神灵上身 好了 那神灵上身 通常是什么神灵呢 通常都是 三个演义 或者西游里面的人物 包括孙悟空 又或者是 关羽 关公 关公上身 好了 其实 为什么他们会 刀枪不入的情况呢 其实 老师在小时候 都见过类似的情况 在屋邨里面 有些人 就说 神灵上身 那些 居民 就围着圈 看热闹 那个人 就在那里表演 那把刀 就用一个助手 用刀 就砍他 又没有流血 然后 就活着 跳下跳下跳下 然后就收钱 好了 那这些情况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呢 老师在小时候 由于在屋邨里面 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警察 就做了一个特辑 就叫警讯 可能已经听过警讯了 警讯里面 就介绍原来 他们在神灵上身之前 有一个开弹作法 开弹作法 有很多仪式 其中仪式 就是喝符水 而符水 其实是下了药 下了什么药 就是止痛药 那些特别的药物 令到那个人 感觉不到痛 神灵上身之后 就去表演 扮书悟空也好 扮冠军也好 扮演 扮演的时候 接着用助手 就用刀 砍他 砍他 就是平地砍下去 砍完之后 但是红狠 但是不会流血 那些人就觉得很神奇 砍完之后 就用刀 就切西瓜 水果 显示刀是真正的刀 但是砍的过程 根据警察所说 其实是有一个技巧 技巧就是 不拖刀 就是砍就不拖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和家人 做煮菜 切肉 就会知道 如果把刀砍在肉上 肉是不会开的 你要前后前后 好像鞠 那样 才能够鞠开肉 所以当时表演的人 会有技巧 砍下去 于是出现红狠 但是 就不会流血 就好像刀枪不入 那样 当然 那些止痛药过后 砍下去的力 所以也会痛 也会伤 那止痛药过后 那个表演者 就痛不欲生 痛几天后 才有机会 可以再出来表演 但问题就是 这个过程 村民是不知道的 于是觉得 神灵上是真的 而当时清朝的时候 那些官员 就相信 二和团真的有神灵上身 于是 不如就这样 不如就这样 我们利用这些二和团 对付这些外国人 即是列强 好了 接着我们去到 课文的下一页 先转一下 转一下 转一下 好 转了 好 因为呢 用这个 用这个app去处理 就要很慢 才可以的 要不然它 就会错了 好了 那他们 那 当时的慈禧 就很不喜欢外国人 那不喜欢外国人的原因呢 就很简单了 因为在这个维生变法里面 他就帮康有为 和梁启超 就是 走了 离开了中国 捉不到他们 那些外国人 就阻止他 同时 那些外国人 又就是 看着江水 不让慈禧 废去 那时候 很討厭他们 而当时 二和团 就是 有刀槍不入 慈禧 那些 其实当时 都是半信半疑 只是 半信半疑 不过 其实也派过官员 去镇压二和团 也派过官员 去安抚二和团 当时的做法 就是 镇压二和团 最后结果二和团 是镇压不成功 而走 走到哪里 走到天津 上北京 所以 去到北京 首都危险 于此 用安抚的政策 安抚就是认同他 于是 你本书就说 清廷就承认 二和团 合法组织 很重要 成为合法组织 即是认同行为 认同他的排外行为 于是 他们就去攻击 洋人 和一些教民 因为当时有一个教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 慈禧 控制不到局面 最后结果 令到联军 入中国 爆发八角联军志愿 今天 这一节 就此完毕 同学们 麻烦 做相关影片里面的 题目 拜拜 三日一日 糟了 开了这个 看看 怎么做呢